复仇的眼镜猫 这是由木叶片仙分享的第119个因果故事 这个故事由一位莲友蒋树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蒋树人 我出生在农村 小的时候村里家家都有猫 以至于我家的大木猫 一窝身下七崽石 想送人都送不出去 我妈心软 不忍心抛弃 就都养着了 有一天 家里又跑来一只小黄猫 赖着不肯走 我几次把它扔到山野中 它都寻路找了回来 家里的猫越养越多 邻居们戏言道 你家可以开猫场了 家里的猫喜欢黑暗 大白天的 总是藏到阴暗的角落里打闹 不肯出来见天光 我心里很不满 觉得别人家的猫都成天围着主人转 讨喜得很 偏偏我家的猫 整天四处乱窜 这让我心里头气 不打一出来 其中 我对那只因为眼睛外 有一圈白毛 被我换作眼镜猫的小猫 特别不待见 它似乎很怕生 尤其是见到我就跑 就好像是我有多么可怕死了 我看着就很来气 越发觉得它贼眉鼠眼的 越看越讨厌 于是我经常抓住它 不是拳打脚踢 就是棍子砸 甚至用毛巾 捂住它的嘴 总之 各种折磨 从此 它见了我逃得就更快了 有一天 我突发奇想 想拿它做实验 试试动物服用过量安眠药后 会有什么副作用 我趁它吃食之时 迅速地抓住它 将早已准备好的 石片安定片 塞进了它的红里 半小时后 眼镜猫开始有反应了 只见它不停地走动 虽然没有一丝睡意 但却显得特别烦躁 身子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晃着 我又想去抓它 它就逃 脚步裂起 满屋子转圈 追了几圈 突然发现它的鼻孔 开始大量流血 见血后 我害怕 就硬着头皮抓住它 跑到深山里 把它扔了 从此 眼镜猫 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 我以为它一定死掉了 后来上初中后 我突然就患上了 很严重的神经观能症 最严重的时候 我会连续几个昼夜睡不着 特别痛苦 为了治病 我尝试了各种安神药物 却都不见效 在以后的三四年里 我都靠安定片维持睡眠 真是痛苦不堪 我想起自己当年用安定片 去虐猫的情景 觉得自己现在 一直在往嘴里灌安定片 应该是报应吧 然而事情还没完 就在我虐害眼睛猫的第一年 我遭遇了一场可怕的抱负 这年六月的一天中午 我在村口的大树下乘凉 觉得困了 便靠在树上打起盹来 突然 我被剧烈的疼痛惊醒 睁眼一看 一只大猫 眼睛周围一圈熟悉的白 我大惊 是眼镜猫 长大了的眼镜猫 直见它正发分似的 用尖利的牙齿 撕咬着我的衣物皮肉 我的汗衫 早已被它撕成条 而我的胳膊胸口 都已变得血肉模糊 我忍着剧痛 惊跳起来 伸脚就去踹它 爬一闪身 躲过我的攻击 飞蛋没有离开之意 反而又冲过来 一口咬住我的腿肚子 我痛得瘫坐在地 大声哭叫 村民们门声赶来 眼镜猫这才转身 起我而去 此时的我 早已满身伤痕 后来被送到医院 住了一个多月 才痊愈 我至今也没想明白 那只被我虐害的小猫 是怎么幸免于难 又是怎么能在五年之后 找到我实施报复的呢 从此 我再也不敢虐待动物了 最后 我想奋劝大家 千万不要残害 其他生命 否则 总有一天 这种痛苦 一定会返回到 你身上 木叶偏仙感言 每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 或物 都曾经和我们有莫大的缘分 是恩是怨 都是缘 是要继续互相伤害 没完没了 还是从此切断恶因 种下善意 这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就算是遇到不喜欢的人 是 不 我们都能选择慈悲和宽恕 也唯有如此 才可以终止这没完没了的恩恩怨怨 如果选择作恶 迟早有一天 会回报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遭受同样的痛苦